好 我們看146月 看一下這個與且世紀論的解釋 他說無厭 患 無慾 厭患就是厭禮 厭禮慾 那麼他說無厭患無慾 他說有惡性者 就前面159經跟160經 講正信 那我們說過他這個 對佛法有正信的 通常是怎麼樣才說對佛法有正信 這跟第1經到第4經有正見的 我們可以對照看 基本上是同樣講同一件事 他說有惡性者而非稱 當信者所行 有兩種信佛的人 雖然他學佛 因為我們可以這樣講 有兩種學佛的人 那麼他雖然學佛 但不是真正的 是 學佛的人 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有兩種 信佛的人 但是 不能稱為 不能稱為是真正 信佛的人 所應該有的行為 有哪兩種呢 第一個在家 第一個是 在家信佛的人 第二個是出家信佛的人 那先說在家 他說在家信佛的人 第一個他相信有涅槃 因為佛講政見裡面 有善有惡有 有業有抱有過去有未來 有凡夫有聖人 他相信有凡夫有聖人 他就相信有生死 有解脱 就是有涅槃 他相信 有生死有解脱 有解脱這件事 那麼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佛說 诸行無常 一切世間 生命變化 一切人事物 基本上 都是無常的 但是 但是 然 然而 講是這樣講 信是這樣信 然而於诸行 不觀過患 這是我們早上說的 那麼 他在一切人事物裡面 他熱於其中 他在五欲裡面熱於其中 他不觀五欲的過患 不觀一切人事物 直取一切人事物的過患 不厌离柱 那我們說過 這個柱就是 他死死 他死死這樣 這樣觀 那 就是他不修厌离想 沒有厌离心 沒有厌离煩惱的心 沒有厌离五欲的心 那麼 直取一切的境界 不知出禮 那 不曉得 不曉得要 出离 這個事件 不曉得要 出离這個五欲 不曉得要 出离 你所直取的 一切人事物 就曉得 就是说 你已經知道 你在執著了 但是你不曉得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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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离 你知道一切無常 但是 你不當一回事 所以 而受用之 受用什麼 受用諸行 受用五欲 受用五成 受用一切人事物 就是 你樂在其中 簡單講的是這樣 那這個其實是 正好講到了 我們的心坎裡面 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 學佛的人 信佛的人 信是信 那有些也是這樣啊 佛說這樣 是不正見的 講是講 不正見是不正見 但是 我還是這樣講 我還是這樣做 我還是這樣學 那佛說 要 要我們怎麼樣 聽是聽 那麼知識是一回事 那行為是一回事 那麼這樣的話 基本上 這個不能叫做 有正信的人 這個其實 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這樣啊 不管在家出家 他講了兩件事 我們來看 所以 你諸行不光 因為他這裡叫你要 修燕禮祥 常說的燕禮玉玉滅盡 那麼 慰患禮 那麼 慰是慰 慰就是貪愛 那你不思惟 他的過患 那麼不想遠離 那麼樂在其中 那麼對一切諸行 無常常常聽啊 無我常常聽啊 那麼 看過殷師老師這樣講 他說 佛弟子 無常也聽多了 無我也聽多了 那總算要拿 拿一點功夫出來吧 好像 無常歸無常 無我歸無我 那我還是常 我還是我 就是 我常常做的 我還是這樣做 我常常想的 我還是這樣想 那 佛說無常 我知道我知道 佛說無我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做的還是這樣 我修的還是這樣 我知道這樣不如法 我知道這樣不可以 但是 那麼就沒辦法 隨言吧 就 就無奈 那麼不得已唄 我們就這樣啊 但是就是說 你內心沒有真正生起 那種意願 所以說第一個要先有趨向解脫的意願 你這個信要很強烈 所以他這裡講的就是這樣啊 就是 信有涅槃 信有解脫 但是 你不曉得 也知道生死 苦恼 也知道這個身心是純大五韻 純大苦韻聚集 也知道生死輪迴 那麼 他 並不是 並不是一條安全的路 那 但是 好像 也不當一回事 這種事 大部分的人 不管在家出家 不管在家出家 那部分的人都 沒有朝 沒有朝解脫這一條路 或是要出生死 或是要真正向 向佛學習這一條路來走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 天天都念三歸一 歸一佛 中不歸一 外道天謀 歸一法 中不歸一 外道邪說 歸一生 中不歸一 外道邪中 不爹不爹 都沒有這樣想 沒有真的這樣想 今天才念完三歸一 早上常念完三歸一 下午就去追媽祖 那你這種東西 那種實在是 實在是 太常見了 那麼 中天 這個 早上才念完金剛經 一切有違法 龍鳳凰泡影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中午就去解千 解夢 中午夢這是什麼意思 那麼 就開始 那麼又去引魂了 又去做那一些跟佛法 說的是完全是兩回事的事 那這種現象其實非常普遍 非常普遍 那麼 今天 今天在經典裡面 他這麼說 你這麼看 你也這麼想 你也這麼想 但是 等一下 你就會發現到 他做的件事 跟他說的那件事 跟他想的那件事 完全是兩回事 但是 他也不覺得有奇怪 這個現象 我發現到 在佛教界裡面 不管在家出家 非常普遍 非常普遍 那麼 你看他 在 講的時候 哇 講得非常的正見 非常的正性 下午 或是 今天講得非常的正見 講金剛經 講什麼經 講得非常的正見 那麼 明天 你看他 做的就非常的邪見 那 這種其實 不管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 在 特別是 在中國佛教界 即使在密教裡面也這樣 密教裡面有很多的觀念 其實是 跟佛法完全是兩回事 一個成語叫做 背道而恥 但是 不曉得為什麼 大家 講是這樣講 聽是這樣聽 看是這樣看 做是哪樣做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 這個也是我覺得 覺得很 覺得很納悶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 他這裡講的其實也是這樣 他說叫你修燕理想 但是 我們只是聽聽而已啦 燕理想只是一個概念 你真的 老實說 一般人也不會這樣修啦 但是 他就是告訴你要這樣做啊 你就是要修燕理想啊 那你看那些 天天說要 往生极熱世界的 要燕理說佛的 從來沒有看他 燕理過說佛 那麼 那麼 說他心求极熱的 倒是有 但是他所謂的心求极熱 說他是 一心一意要往生 那 等一下跟他講 你如果真的要往生 等一下 我馬上讓你往生 他就怕了 那麼 基本上 他不是說怕去极熱世界 是說 我說往生是等到 我要死的時候 那現在讓你早一點去不好嗎 他也不要 因為現在他有很多事還沒做 還有很多東西還沒做好 還有什麼什麼還沒做好 那麼所以這種 這種心情其實是很矛盾的 就是說 你並沒有真正準備好 但是你嘴裡說的 好像你已經準備好了 那你沒有真正準備好要學佛 你沒有真心要學佛 我們講這件事 那你講得好像 你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一樣 那其實 都不是那麼一回事 那 所以 總是做著所謂的 這個怎麼說呢 就是說 大部分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人都這樣 就是說 他捨不掉他 他在 這個世間的利益 捨不掉 捨不掉 然後又覺得 一面 一面直取這個世間的利益 那一面又想著 死了之後可以得解脫的利益 那是不可能的 你解脫的利益 必須要從你捨掉 對世間的無意 要厭禮這個世間 就是說厭禮不是討厭這個世間 趕快要離開這個世間 不是 厭禮不是說 我趕快離開這個世間 學佛的人不是想趕快死 趕快解脫 不是這件事 因為解脫不是想來的 而是 你在一天 你就修一天 你就用這個心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死都可以 只要我還沒死的時候 我就這樣修 那麼這個才是正確的 也不是說那我要趕快死 趕快趕快 這個世間太 太五著二世了 太熱了 能夠走就趕快走 好像在逃難一樣 不是 不是 學佛的人 五著二世是沒有錯 但是在五著二世修一天 你的能力就增強一百倍 問題是 你沒有在五著二世修 你所謂的修 你所謂的修 并不是真正的 你厭禮五欲 你不止取這個世間 你反而 你本來 佛法叫你不止取這個世間 以獲得涅槃 以得解脫 你不是 你不但止取這個世間 你又止取解脫 你變成雙重止取 你以為這樣雙重保險 其實是兩邊落空 那麼 當然 我說過 這個要厭禮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是你要先觀察 那麼對這個世間 他也不是叫你什麼都拋棄 沒有 沒有什麼拋棄 就是說當你在 色身相偽處裡面的時候 你察覺你的心 沒有很嚴重的懶著 那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那麼當 你說完全不懶著 一開始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說一開始你都沒有煩惱 那也不可能 沒煩惱就無血了 不用修了 現在是 你有懶著 你有煩惱 但是你知道 這是第一點 那麼你知道了之後 你有想辦法 要去對峙它 你也沒有說 那也沒有多大不了 很多人比我還嚴重 那也就是這樣 也不會怎麼樣 那麼一般我們的心態是這樣的 但是因為這樣 你不得進步 那麼你習以為成的東西 就是你特別要注意的東西 煩惱 那麼一種直取信 那麼這一種是 我愛我見 是輾轉加重的東西 那麼我們不需要 用得好像什麼 很大的力量去斬斷 不是 你只要每天注意 每天注意 每天注意 每天就看得無常 就是你每天想到 每天想到 那麼你知道這個事件 總有一天 總有一天 我要離開這個事件 我所直取的人事物 不是他先離開我 就是我離開他 要不就是我們同時離開 反正就是這樣 因為事件無常 但是 但是 不管怎麼樣 那麼我到時候 就是我現在已經慢慢習慣 慢慢了解這件事 不管未來發生什麼事 我都如事如事 就如事之 如事之 那麼很多東西是這樣的 所以你也不驚訝 你也不祈求會發生什麼事 你也不驚訝 已經發生了什麼事 那麼所以 當你常常這樣想 你要這樣想 這樣想之後 你要朝著你想的那個 那一件事 或是你了解的那件事 比如說我們說歸一佛 歸一佛是向著佛學習 那向著佛學習 終不歸一天魔外道 那麼你必須要很清楚 那麼佛法教的是什麼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學佛的人 第一個要了解 第一個什麼是佛 第二個 佛到底說了些什麼 第三個 我到底學了些什麼 你也知道啊 那麼 那你所學的 跟佛所說的 相不相映 那麼這件事 只要常常想 當然一開始 百分之百不相映 後來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那你總要進步啊 學佛有三個去向 向上 向上 要提升嘛 你不能學一年 跟剛學一樣 學五年 跟剛學一年一樣 有聽經 跟沒聽經一樣 那就枉費了啊 對不對 那麼這個一定要自己 要告訴自己 你有聽經的 有了解道理的 你不可以跟那個沒了解道理的一樣 那麼你已經 你已經聽經聽很久的 你不可以跟沒有聽經 剛聽經的一樣 就是你懂道理的 不懂道理的 知道怎麼做的 不知道怎麼做的 是老修行 是剛開始修行 是出發心 是久修行 那他又不一樣的 是不知道怎麼發心的 跟那個出發心的 也不一樣 有學佛的 跟沒學佛的 也不一樣 那麼這個你要 你自己要好好的 就是說要常常想 要如理思維 要常常如理思維 想這一件事 所以你看 他說有兩種人 這兩種人 那麼信的 也是信佛的人 也是信佛的人 但是也就是說 這兩種信佛的人 那麼不能稱為真正 他就是他的所作所為 所作所為 所作嘛 那麼非稱當信者所作 那麼就是說 他的所作所為 不能稱為 是一個真正信佛的人 在家人來講 從在家人來講 他相信有解脱 虐盤嗎 相信有解脱 有煩有盛 這個他相信 他也相信有業有報 那麼有善有恶 這個他都相信 那麼 也知道一切是無常 答案是罪於 一切無常的 一切 朱形無常嗎 他相信朱形無常嗎 我們說過朱形 就是一切的現象 一切的現象 都是生命的無常的 那告訴你無常 是告訴你 他是 龍崩幻胖 他不會一直這樣 即使你擁有的 他也是短暫擁有而已 你不要以為 他就是你的 那麼 於朱形 不關過關 你對於你所擁有 以及 你現在已經擁有 以及你想擁有的 你現在正在追求的 或是 你現在已經失去的 那麼 對於種種的 這一切現象的人事物現象 那麼 對於你擁取的心 你沒有去觀察 他的過患 就是你沒有 死死去 從無常裡面 看到你對 這些境界所起的煩惱 不知道出禮 不厌禮 不厌禮住 厌禮會有 老實講 大部分的修行人 他都深過厌禮心 但是不住 不住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經常有這個心 保持住這個心 就是不相訊 很簡單 就是說 我就說 誰不知道無常 大家都知道無常 但是你有常常在觀無常 無常是刹那刹那都顯現的 那麼所以 不厌禮住 就沒有相訊 生厌禮 生一下就沒有了 那麼 像我們皈依也是這樣 皈依 只有在見佛的時候有皈依 不見佛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沒有皈依這件事 那麼 所以不知處理 不知道要趨向解脫 所以我常講 要趨向解脫的意願 要時時保持 時時保持趨向解脫的意願 向 向就是趨向 朝著那個方向 時時保持 你可以停下來 但是你還是朝著解脫的方向 要時時保持趨向解脫的意願 那麼最重要 什麼地方看得出來 你有趨向解脫的意願 要有相應於解脫的行為 那什麼是解脫 不畏煩惱所束縛就是解脫 那什麼是煩惱 在武裕上攔拙 歡喜 讚嘆 攔拙 監住 那個就是束縛 氣是這樣 所以不厭離住 不知處理 不知道處理 而仍然 而受用 受用什麼 受用無欲 有攔拙的境界 在境界上一直攔拙 一直攔拙 在人事物上 一直起贪嗔痴 一直起贪嗔痴 那麼當你不知處理的時候 就跟魚吃相應 那麼就會起什麼 起贪 起嗔 就會起愛 起贈 基本上是這樣 那一直在這個無常 無我的人事物上 那麼一直煩惱相續 那煩惱相續束縛就越來越多 那麼 那麼雖然 那麼也知道無常 也常常說無常 但實際上 實際上你的心 是跟常 是顛倒的 是既無常為常的 既不靜為靜的 主要是這樣 好 第二種 第二種 出家人 出家人 在家人攔拙 那已經不是真正叫做信佛的人 可以說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 不是真實的佛弟子 雖然他也信佛 他也拜佛 他也念佛 他也誦經 他也共佛 但不能稱為 是一個真正符合資格的佛弟子 那出家人呢 出家人就跟 就我們說就 更不能說了 那舍離家法 這個出家人 舍離了這個家 這個是第一個 他順應於解脫的行為 但出家並不是就像解脫 不是 但是出家是真正的出家 是出煩惱家 真正的出家是出煩惱家 那麼很多人出家 只是搬家 那就是從這個地方 搬到那個地方而已 那只是換個衣服 從有頭髮變成沒頭髮而已 那從這個衣服 換到這個衣服 那這樣不行 我們來看 你舍離了家法 去於非家 就是這裡講的 正信非家 出家學到 那麼舍離家法 去於非家 有盡信者 比於涅槃 那麼 對這個解脫 不能安住 就是說你的心一樣 一樣 那麼 你不是真正的有心要向解脫 那麼如果你向著解脫 那麼任何人 你不會因為任何人 這個人發生什麼變化 那個人發生什麼變化 那麼你就不向解脫了 不是 因為你是要向解脫的 你出家是為解脫出家的 你不是為了過好生活 好日子 不是為了你師父 不是為了你的徒弟 不是為了誰 那你是為了解脫的 那麼更遠大的志向 為了自己以及別人的解脫 那你自己要有能力解脫 你才有可能帶著別人解脫啊 你自己都沒有能力解脫 你要帶誰解脫 那麼偉大一點 菩薩道 不單只求自己的解脫 不是不求解脫 這個在 于解釋地論的菩薩界裡面 特別有提到這件事 因為多數的人 把菩薩道扭曲了 會說 菩薩不求解脫 不是 菩薩不是不求解脫 就违背佛陀的意願 如果菩薩不求解脫 釋迦佛不應該成佛 對不對 他不解脫 他更能度眾生啊 不對 那麼所有诸佛都不應該成佛 因為成了佛 他後來入涅槃了啦 那麼 他不是不求解脫 他正是為了度眾生 他必須要解脫 他有解脫的能力 那麼正是因為 他具有無上菩提 正無上菩提的能力 他才有那個 最有力量來帶著大家 得解脫 那麼他並不是不求解脫 而是為了 為了自己能解脫 能帶著很多人一起解脫 所以他必須要成佛 他的解脫是 是帶著大悲心的 那麼 你要有大悲心 你要有成佛的心 但是最重要要有什麼心 要有無所得心 要有信空位 這個叫做大聖的三心嘛 那麼信空位是什麼 信空位就是不染著世間 不止取一切法的智慧 那麼這個智慧要從哪裡來 從厌禮一切 就是說不染著要從厌禮 因為你現在染著嘛 所以叫你要厌禮嘛 那麼如果你完全不止著 那你幹嘛要厌禮 不需要厌禮啊 所以它是一個對峙 就是你不止取這個世間的一切心 所以它說 你已經出家了 但是對於涅槃解脫 不能安住 猛力要育 就是你不趨向 你沒有那一種求解脫的心 沒有好要解脫的心 那麼 沒有好要佛法的心 那麼只是好要 學習佛法 沒有好要 行持佛法 就是依著佛法而行 就好像你就喜歡去受戒 但是你不持戒 那沒有意義啊 沒有意義啊 那麼你只是說 我去受完戒我就有功德 但你不照著這樣 受戒的這樣的一個內涵去做 就好像有些人 他受包安栽戒 那八官栽戒是在家人受出家戒 那出家戒它的重點在哪裡 禮欲 禮五欲 不格武昌記 不顾王冠天 這個都是禮欲 禮五欲 他要學的是 就是厌禮五欲 厌禮這個世間 一般我們會執著的五欲 那每一個人執著都不一樣嘛 他要學習的是 怎麼樣生厌禮心 所以他叫做八官栽嘛 那麼你要了解這個道理 你去受八官栽戒 你的心要真的有這個心 那你的內心要常常生起 我對五欲的境界 過去怎麼樣不知道 未來會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就是在學習 厌禮五欲的 那所以在做八官栽戒 做完到明天早上這段期間 我的心要常常保持 我要遠離五欲的心 你時時刻刻念之在之的心 這樣你的八官栽戒 才有意義啊 那你沒有 我看過很多人是這樣子的 做八官栽戒 也很虔誠 忏悔也忏得很虔誠 忏悔完之後 忏悔完之後 就不當一回事啊 就做完八官栽戒 做完之後 那麼該唱歌的還是唱歌哦 真的哦 他也不知道這個不對哦 他不知道不對哦 因為他覺得 我就是來受戒 那佛說要受戒 我就來受嘛 那受完我就等到明天嘛 就受完就等到明天早上 我就有受八官栽戒 有功德啦 沒有 功德是你內心有厌离五欲 有遠離五欲的 這樣的心 又趨向解脫的心 你看起來 從哪裡看得出來 受戒的時候大家都很虔誠 受戒的時候大家都很虔誠 看起來都是要求解脫的 完了 吃飯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 放香的時候 你就看得出來 有沒有解脫的心啊 真的這種東西就變成這樣 這是 有些人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這個道理 就算講了 就算講了 也一樣 言者尊尊 聽者渺渺 我們就這樣嘛 那沒辦法 沒辦法 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們也常常會反省啊 那我們只會講了 我們自己有沒有這樣 好像也有 那要怎麼辦 就是要念之在之嘛 就是要 所以叫做做 塑塑思維嘛 你要常常想 常常說 這個世間 有 就是說 最重要的是 自己要提醒自己 那麼 如果你的過去的善緣 法緣多 那麼你旁邊的人 會提醒你 那麼 假設 你所 還有一種 就是說 大部分有三種 有三種 會提醒你 第一個 最主要的是 你自己要提醒自己 那你要常常提醒自己 養成習慣 第二個 你周遭的人 他看見你 他會提醒你 那個是你跟他有善人 你利益過程 他會提醒你 第三個 你成見利益的人 那麼 也許升到天上了 他看見你 他會提醒你 那麼 也有這一種的 那麼 但是最主要的是 自己提醒自己 就教育 佛法的教育 基本上是 最重要的就是 以佛法來教育自己 以佛法自己教育自己 那我們所有的教育 不會就這樣 家庭教育 父母告訴我們 要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學校教育 老師 老師同學告訴我們 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那主要是老師 社會教育 那麼公司 同事 那麼誰告訴我們 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大概就是三種 但是最主要的是 自我教育 我們自己觀察 周遭地觀察 我們自己 看書得來的知識 常常要提醒自己 要做些什麼 不要做些什麼 那麼 雖然沒有辦法 一下子 全部都一樣 就跟佛法講的一樣 但是 見學就見真 越學就越像 越學越像 那麼 叫你畫老虎 畫著畫著 畫到最後變成一隻狗 那麼叫你學佛 學了學了 學到最後 變成一個鬼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 你在過程裡面 你沒有察覺 那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這裡講 於涅槃不能安住 猛力要遇 就是你也沒有 那個強烈的意願 猛力要遇 就是你沒有 那個強烈的意願 真的要求解脫 你看你 對那些 如果我發現很多人 不管在家出家都這樣 對於那些 芝麻綠豆大的事 他們心裡面計較到 真正要解脫的人 會計較那種事嗎 他不會計較那種事 真正要趋向解脫的人 那個都是小事 那麼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發現到 他 他內心 耿耿於懷的事 基本上 都是雞毛蒜皮的事 就是 也 就是有了這個 也不會多加增加什麼 也不會減少什麼 但是 他就覺得 他這樣是看不起我 等到你真正解脫 等到你有力量的時候 你害怕的不是 這些凡夫看不起你 真正學佛的人 不怕 不怕世間的凡夫 愚痴無恶凡夫看不起你 怕的是什麼 诸佛菩薩 看不起你 對於有智慧的人 他覺得 哎呀 這種人 這種人要遠離他 他也不是看不起你 他只是覺得 這種 就是一般要先清靜善知識 這種人 我會被他拖下水 我現在沒有能力幫他 等我自己 那麼我修好了 那麼有能力再來幫他 不要怕凡夫的人 不要跟 愚痴無恶凡夫 計較 你真要計較 你要跟諸佛菩薩計較 當然這個是比喻 你不是真的去跟諸佛菩薩計較 所以說 你真正 對那一些事件上 在我們周遭 常常會發生這些事 所以我有時候 其實我有時候 我常常會 我有時候常常也會 想不清楚 那你都出家了 你都要解脫了 那你今天要做的事 要修的行 忙都忙不過來了 你已經有的煩惱 你都沒有辦法 想辦法要給他斷掉 都不那麼容易斷了 你現在 也不計較多幾條煩惱 那奇怪呢 就是說 你現在有的煩惱 你都想辦法要把它去掉了 可是現在你自己 又不斷生起的煩惱 你也不當一回事 那你真的是要 解脫束縛的嗎 就是說 你好不容易 天天花時間 花精神 研究怎麼解掉 綁在身上的繩子 就煩惱嘛 可是 發生了一件事是說 那不斷在自己身上 繞繩子 你都不以為意 很奇怪 你解都解不掉了 那你又自己 有事沒事 一些小小的事 你就自己用很多繩子 又把自己綁著 那未來 就越來越深越來越深 那 看起來 你就不是真的要解脫的人 真正要解脫的人 一心一意 只是想著 自己的繩子要解掉 那沒有 你不解掉 那因為這件事又綁一條 因為那件事又綁一條 因為這個人又綁一條 越綁越多 都是這樣的人 我就覺得 所以常常會聽到 然後我會看到 然後我就會覺得 但是 我也不會因為這樣起煩惱 我就聽 反正我跟你講 要這樣 那你聽不聽 如果 我講了你不聽 我又起煩惱 那不是我自己又綁自己 我才不做這種事 對不對 你要煩惱你煩惱嘛 那你覺得 我們要幫到你的忙 你又對我起煩惱 那好吧 那你就起煩惱 反正 反正我也不要因為你對我起煩惱 我就起煩惱 那我還不是跟你一樣 對不對 那我要做的就是 我能夠幫你解掉你的繩子 那麼我就盡量 但是有時候 你能力不過 你要幫人解掉繩子 那麼 解著解著 那個繩子 不知不久就綁在你身上 完清便數著 就是說你變成說 你會覺得 你開始對他起煩惱 那你如果沒有察覺 你就像他一樣 不知不覺就起煩惱 本來都要做善事 本來都要求解脫 本來都要求解脫 弄到最後 我不能解脫 都是因為你 你不能解脫 都是因為我 本來是 手牽手 一起向解脫 現在是 你綁著我不能解脫 我綁著你不能解脫 那麼又互相怨恨 都是你害我 都是我害你 没有 完全是自己害自己 因为 真正的繩子 只有你自己才能綁 别人綁不到你身上 那个世间的繩子 可以綁住你的身体 綁不到你的心 真正的煩惱 都是從你內心生起来的 不是從外面加进来的 那麼真正的功德 也是從內心生出來的 不是從外面加進來的 這個我們必須要知道 所以你看喔 我就覺得他這裡寫得也很好 特別把這個 把這個語解釋的解釋來講 那麼於涅槃 沒有真正那一種 強烈的意願 要趨向解脫 那麼也不是常常想著要解脫 不用此欲為所依止 這個欲不是無由 這個欲就是要向解脫的意願 沒有 沒有那個善法欲 這個欲不是無由 不用這個欲 就是猛力要欲 灭盤 猛力要欲 就是強烈向解脫的意願 那麼不用 沒有這個向解脫的意願 唯一子 就是你的心 沒有常常有這個心 你的心 沒有常常有趨向解脫的意願 那麼長情休息所有善法 那麼你如果真的 你如果真的有要趨向解脫的意願 會發現 你會發現 什麼樣 我缺少什麼 我就去補什麼 那麼什麼樣的可以讓我解脫 那麼我就努力學習那個 所以你會很精進 精勤的休息 所有一切可以讓我得解脫的方法 那麼一切會讓我不得解脫的 那麼我不去沾染 比如說武藝 那麼比如說對人事物的直取 那麼不管是愛還是正 不管是這個人罵我 那麼他罵我 我會跟他計較 你憑什麼罵我 我對你那麼好 你憑什麼罵我 你有什麼資格罵我 你不去計較這個 那麼你要計較的是什麼 你有時間罵我 我沒有時間罵你 我的時間要拿來什麼 拿來解脫 你的力量留下來罵我 但是我的力量要怎麼樣 要留下來去解脫 那這不一樣啊 你可以用盡你的力量來罵我 但是我不要說你罵我 我罵你 那我的力量都用來互相相罵 互相不能解脫 你罵我 那麼我不能止息的話 不能止息 我只是舉例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止息你用你的力量浩會在我的身上 沒有意義的 那麼但是我不會像你一樣 我的力量要用來做什麼 就好像有些人 有些人錢就拿去吃喝玩樂 但是他有更重要的是 你的錢可以拿去吃喝玩樂 可是我的錢不能像你這樣罵 我這辛苦賺來的錢 我努力修學來的 我辛苦賺了的錢 我要拿來做什麼 拿來讓我提升 那你不是啊 你的錢吃喝玩樂 拿來讓你自己墮落 一樣啊 你看我們的心 我們現在做人是 以前修善法來的 我們學習佛法 是以前累劫修來的 所以你現在有這樣的福報 有這樣的功德 那麼大部分的人 把這個功德拿來揮霍 用在什麼 心力不罷 都用在造作惡悅 懶著無意上面 可是我知道了 佛法說這些錢得來不易 我難得有這些錢 我要好好拿來讀書 提升自己 我要拿來 我的心 我的心力 那麼我用來 用來怎麼樣 用來趨向解脱 用來學習佛法 而不是用來增長煩惱 我不跟你學 那我不跟你走一條路 那這個寒山大事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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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解脫的道 解脫大道 明顯的在前面 但是 大部分人都不會走 都寒山路不同 那就是說 這個 每一個人 大部分人不會想到這個 只會想到 你傷害我 你占我的便宜 你看不起我 你什麼 那是你的事 那是你的事 我要去向解脱 你看不起我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沒關係 那或是 你毀謹我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沒關係 我能夠幫助你 不繼續造二月 我就幫助你 我幫助不了你 我不跟你糾纏 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其實是這樣子嘛 那你每次這樣想 每次這樣想 其實你就不會被這些人事物卡到 真的 你卡在這個人事物上面 卡在這種計較上 真的就要像卡到暈一樣 真的 真的 我不會騙你 你就時不時 你就這樣 發作一下 想到就發作一下 你有意義 你好好想 其實你真的會想 你就發現到 確實是這樣 那麼慢慢慢慢 你對於世間上 產生的一切變化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但你不會很在意 大家都在演戲 那麼 只是 有的人選擇做皇帝 有的人選擇做乞丐 有的人演好人 有的人演坏人 那每一個人都當自己是男主角女主角 但是 我要演什麼 我要演佛 我要演菩萨 我要演像解脱的人 你們看 每一個人選擇自己走的路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家 自己回家 但是 我們的家就在哪裡 就在這個解脱城 滅盤城那裡面 那我們要走的路 叫做八正道 這是唯一一條路 那你的心力放在這裡 真的 那常常提醒自己 其實 佛法說 佛法說 不管你怎麼精進 最重要的就是不忘念 佛說的你不要忘記 時時提醒 時時提醒 那麼所以 這裡說 於憲法中不剝涅盤 於此相為因之稱 當信者所作 就是大部分的人 不用 就是沒有解脱的意願 那麼沒有長情休息 一切善法 也不求剝涅盤 就是憲法中剝涅盤 就是你憲法中沒有煩惱 就是說你這一生 第一個 你這一生要得解脱 那沒有得解脱 你憲法中剝涅盤 就是你在一切境界裡面 怎麼樣 寂靜 你不起煩惱 你不懶着無欲 那麼就是 你不這樣做 那個就是 你不是真正信佛的人 那你這樣做了 那個叫做 因之稱 你才稱作 稱為是真正信佛的人 出家的人 真正的出家 一個是在家 一個是出家 所以不用 第一個不用 這個 猛力要欲涅盤 為一旨 那也不常 不底下有用 此欲為所一旨 常情休息所有善法 於憲法中不剝涅盤 那麼就是 他沒有做到這些事 那麼這個就不能 不能叫做 不能叫做 真正敬於 有敬信者 有清靜性的人 好 那因為這前面兩部經 就講到 這個 這個 焰 焰離 欲 解脱 那我們說 這個跟第一經 第一經到第四經 配合看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好 來看 一百六十一經 好 有這麼一天 佛在奇緣經社 這個時候 世尊跟阿難說 若信心長者 這裡都在講信心的 有正信的 有信心的 若信心長者 長者子 如果就是 有佛弟子 對佛法有信心的 長者 以及長者子 就在家居士 來問你 來問你 然後他說 那麼 於何等法 知其 生命 他現在在考阿難 其實佛陀 認為 佛弟子裡面 唯一一個 完全可以代表 他發言的 即使阿羅漢那麼多 阿羅漢那麼多 唯一一個可以完全代表他發言的舍利佛 舍利佛 就是能說 而且說的都恰到好處 其他的也是阿羅漢 他不會講錯 但不一定能夠知道 就是 度眾生 是說 的善巧 或是說 說法的善巧 不一定 一樣人說法 但是 說的恰到好處 說的正是佛 要說的 那也不那麼容易 那麼所以 他說 假設 有信心的長者 也就是說 有佛弟子 就是學佛的人 有學佛的居士 那麼 皈依三寶的居士 那麼來問你 那麼 佛陀常常 要跟我們說 諸行無常是生命法 要關一切法的生命 那麼我們 要在哪一件法上 關其生命呢 那麼 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回答 你要回答 怎麼回答他呢 你要怎麼教他呢 那不是要 一切法都生命的嗎 諸行無常是生命法 這個是佛法裡面的 核心教育 那 一切無常是生命 我要怎麼關生命 你要從哪裡關生命 那麼 阿難白佛 世尊若有長者 長者子來問我 那麼 我當達人 你要從哪裡關 從五印身心關 通常我們關 第一個 關內 關外 通常是兩個 內 就是身心 外 就是世界 其實就是五印世間 跟國土世間 就這兩個 主要是這兩個而已 因為從十二處來講 眼耳鼻子的生意 是五印 那麼色身香味處 是國土 那麼國土的變化 國土裡面 有人 有事 有物 其實是這樣 那麼本身 心情 所以我常常講 要關事情的變化 要關人情的變化 還要關什麼 心情的變化 那麼這一些 不斷在變 不斷在變 只是你自己 有察覺 沒察覺而已 每一個人 時時時時 在起煩惱 只是你有察覺 沒察覺而已 你的煩惱 時時在作用 沒有不作用的時候 沒有不作用的時候 那只是作用力 比較小而已 就是 那麼 比較 比较作用力 沒那麼大 因為你有 我見我愛 我見我愛 時時在作用 不可能沒有作用 除非你正在阿羅漢 除非你正在阿羅漢 你的我見我愛 才不作用 沒有那個我見我愛的 在有我見我愛的基礎上 你不可能 煩惱沒有作用 因為最主要的煩惱根源 就是我見我愛 所以 但是 我見我愛的初 它的作用力大跟小 那麼 你首先 你首先 要不要越來越增加 越來越增加 因為 越來越髒 越來越臭 那麼 那個戲服越來越重 你不要這樣 所以說 渐渐渐渐渐渐渐輕 所以從薄煩惱開始 薄煩惱要薄 不是那麼容易 由控制煩惱開始 那麼 控制煩惱 要能控制 要從覺察煩惱開始 那麼 這個其實就是個過程 好 那麼 覺察一定從身心開始覺察 從內到外 可以 從外到內 也可以 先斷我所愛 再斷我愛 可以 先 先從我見下手 我見薄 我愛就薄 也可以 從我所到我 或從我到我所都可以 我愛我所愛 我見我所見 你只要方法正確 基本上 因為他 我所愛就是依我所有 依我而生起的 我的車子 我的房子 我的東西 我的父母 我的眷屬 我的什麼 乃至於我的宗教 我的宗派 我的師父 我的什麼 那麼這一些 這一些 那麼都是我所 我所愛 我所愛 我所值 那麼 那你如果從我下手 那 我沒有了 我手就沒有 但是從我下手 實際講 實際講 一般人 不容易 那麼多數都是 從我手下手 佛陀 佛陀為什麼 自戒 佛陀一開始 沒有自戒 為什麼 直接從我下手 佛陀 交弟子 直接從我下手 觀五運五產物 後來 後來 有些弟子 沒辦法 所以 又從我所開始 就 不可以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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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制止 你在我所上面 升起 我見我愛 所以 告訴你 規定你 要怎麼樣 如果沒有 要處罰 怎樣怎樣怎樣 那個都是 你 直取於 境界 在境界上 直取 越來越深 你沒有辦法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我 你單單 讓你不要 那麼 那麼自私 都很困難 所以要 限制 讓你不再 增加 讓你不再增加 所以 如果 立根的人 直接從我下手 我見我愛下手 頓根的人 要從我所愛 我所見下手 其實是這樣 那 這個 阿難 回答 直接回答 從哪裡 從哪裡 觀身面 從五蕴 看 自己的五蕴 那觀五蕴 佛陀 有很多種觀法 那麼主要 主要你要看到 它的變化 因為五場 五場就是變化 所以 觀這個 色 受 想行事 它不斷在生命 不斷在生命 因什麼而生 因境界而生 境界是什麼 跟城市 何而生 處 那麼 因境界而面 就是 色身相位處 這個人說什麼 那個人說什麼 這個人給我看什麼 那個人給我看什麼 發生了什麼 不發生了什麼 有這些事 那就有受想行 受想行 跟城市有受想行 受想行就是新手 就是新手 已經發生的 就受想行 那麼 就色身相位處 對 色身相 眼耳鼻舌身 對色身相位處 發生過後 之後就是什麼 异對法 法成 就想起來 昨天怎麼是 今天 那個前年 又怎麼是 怎樣怎樣 就想這些 加起來就是 眼耳鼻舌身 對色身相位處 那個心 就不斷在那邊變 那邊變 當下的 當下境界走了之後 內心在生起來 記憶深刻的 感受強烈的 那麼意圖很明顯的 就受想行啊 那麼 這樣你不斷地造作 不斷地造作 所以你去觀這個 五蕴身心的五場 阿難回答說 從哪裡觀 從身心去觀 佛法多不離開 對五蕴身心的觀照 這一點一定要記得 先下課 好... 多多多多多期 好... 感谢观看